這家開在桃園中立的餐廳 專賣牛肉麵控肉飯 但有民眾用外送平台點餐 抱怨餐點有落差 說知道蛋很貴 但沒想到一顆要60元 控肉飯一碗160 但三片肉跟蒜泥白肉一樣薄 客人在臉書發文 說老闆在說客人要聽 不要學他有坑硬跳 想過是反向行銷 結果是真的貴又難吃 貴又沒有道理 剛剛外送平台上 業者自己寫的文字敘述 餐點分類有一星評價專區 還有地雷餐點 介紹自家控肉飯 提醒注意說會油肉還很少 怕客人踩雷調高售價 呼籲拜託不要買 但業者臉書上 也有PO出餐點照片 比一比客人指控的 外送控肉太薄 跟店內的控肉飯照片 的確厚薄度和份量有差異 業者只說不在乎客人給什麼評價 表示餐點狀況價格 都有清楚寫在平台上 是客人自己愛買 至於餐點分量有落差 老闆說成本上漲 做微調 認為做法也合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